今天在我们身边有公贸署处长 欣美薇小姐在我们身边 另外还有我们的筹会长 筹会长,这里真的很漂亮 不如我们继续访问吧 好啊,其实欣署长 我知道公贸署一直以来 都是透过签订的志谋协议 帮助我们中小企拓展国际市场 麻烦欣署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方面如何帮助我们中小企 好啊,大家都知道香港一直都很支持 这个全球自由行业的 我们都是身体力行去坚持去实践自由行业 对我们都有好处 除了我们参加一些多边的组织之外 比如是社会组织 我们也是致力去和我们的贸易伙伴 去签订一些双边的自由行业 CEPA是我们第一个 除了我们跟内地和澳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之外 其实我们已经跟17个不同的贸易伙伴 签订了这些自由贸易协议 包括纽西兰、智利 以至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 以及最近跟东盟10国去到格鲁吉瓦 我们去年都签订了自由贸易 如果连格鲁吉瓦这么远都有的话 我认为我们会比较关心的 就是朱泽 近一点的东盟10国有什么部署 这个问得很好的 其实我们在东盟自贸易协议下面 有几方面 第一个贸易 我们的关税会有优惠的措施 比如我们和新加坡都承认了是有零关税 有不同的国家是会对我们的关税都有减免的 比如有不同的国家在三年之内 会将65%的关税 香港用零关税的代言 这个对我们的货物的出口 会有很大的好处和帮助 比如我们的中标业、玩具业、成衣、电子 以至到珠宝行业等等 我相信都可以受惠 当然香港以服务行业 现在也是一个重心的支撑 比如我们的专业服务 我们的律师 甚至我们的仲裁服务 我们的很多金融 都可以有好一点的市场准入的机会 我们的专家服务业 可以去东南的市场提供服务 当然因为一个协议协议 是一个有法律入促逆力的协议 这个对于我们当地的投资 做生意 是有很多不同的法律的部长 很多好好的消息 政府都做了很多功夫 帮助我们中小企去开拓市场 东盟呢 其实以我所知 可能明年1月1日就已经正式实施了 这方面呢 我们现在真的要加快脚步去部署 或者说到这些自由贸易协议呢 处长啊 SIPA呢 究竟如何可以帮到我们中小企的发展呢 这个日期都是很好的题目 SIPA 现在已经是踏入第15个年头了 至于国家的开放 而今年也是进入第40周年了 过去十多年以来呢 就帮助香港打开内地的市场 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我们不断推动在SIPA下面呢 有这么多市场的开放的措施 譬如我们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1900核的那些 我们香港出产的那些货物呢 可以用零关税去进入内地的市场 我知道这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900多亿的出口货值呢 利用SIPA进入了内地 包括我们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呢 食品的品牌呢 都可以进入内地的市场 那另外当然在服务业那里 我们也是有一个全面的服务贸易协议的了 我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港东省行先市的计划都是很成功 变成了我们在银行业方面 金融证券我们已经可以打进内地的市场 包括我们譬如我们的医疗行业呢 也都有香港的医院呢 用独子的方式在内地经营中也很成功 那当然我们有律师联营的律师事务所 通过SIPA去进入内地的市场 Stanley 你面前这个SIPA成功故事的小冊子呢 就是插录了我们一些成功的个案 那大家可以拿这个小冊子去参考一下 分享经验 我很高兴看到呢 其实我们成功故事里面呢 有不少故事是中小企的故事来的 是很成功的故事来的 因此呢我们希望更多这些成功的例子呢 可以通过SIPA进入内地的市场 那我们去年呢也都是在SIPA擴充了 我们签订了和内地商务部签订了一个 投资保障的协议 和一个经济技术的合作协议 为了我们双方的两地的投资呢 提供更好的保障 和更好的发展的空间 那这个呢我们会继续去努力的 在SIPA的方向之下呢 争取更多的空间给大家 Stanley 我们听到是欣署长介绍了 那个自贸议和SIPA这方面呢 其实都是对很多中小企界很大的鼓舞 就像刚才说我们的成功故事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中小企 看来你可能都要加快脚步 有什么地方可以在一站式 我们又可以找到资讯 又可以找到一些支援服务呢 那今天我们都学了很多东西 最重要是找到资金 这个一定的 时间过得很快 哦 是啊 这次呢就又临近尾声了 那我们再一次呢 就多谢英美美署长 在我们身边 今天跟我们分享 我们在这里呢 就非常之多谢公贸署 英美美署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嗯 那令到我们中小业界 中小业界呢 就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 没错 因为未来我们真的会面对 一个中美贸易的默察 嗯 那这一个适时的信息 带到给我们呢 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Stanley 简直是一架强心针 多谢茶会长 和Stanley今天 到访我们那个Success的支援中心呢 其实呢 我们是公贸署呢 是希望全方位呢 和大家一齐呢 为首的 度过现在这个那个时间 啊 我们希望我们 现在实施那些计划呢 和最紧要是 在知识我们的发放方面呢 做到是息事 嗯 第一时间呢 是给到最新的发展 给大家去分享 我们也都会 用一个一站式的平台 去发放这些资讯 那我们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个地方 好 一于这样 多谢了你 多谢了你的时间 多谢了 多谢了 今集呢 我们就和大家 赶紧这么多先 下一集 我们继续和大家 中小企公量 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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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